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剛剛郭博士差一點各位一起拍手 哈哈哈哈 我想這個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非常非常期待這一次的訪問 但是呢我們還先請郭博士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郭喜 那郭博士的兩集影片在我們的頻道 一共有16萬將近17萬的點閱 而且這個傳播率非常的高 那我看這個回應的反應 郭博士我們的觀眾跟我們的會員 真的對您非常的喜愛 那所以呢要請郭博士給我們多一點機會 請郭博士多多來跟我們講 這沒問題 只要大家喜歡聽 那我就盡量講 那郭博士我們今天就先 要跟您留言回應一下 就是說呢因為我們的觀眾跟我們的會員 大家都有很多話想要跟您說 那麼他們也有一些問題想要請問您 那所以呢我信心不信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先跟郭博士才可以溝通一下 好OK那首先呢 郭博士有為我們的會員 非常感謝郭博士真心為國 為我們台灣著想 那要代表他還有他的家人 跟郭博士表示非常深切的感情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對那其實這影片我有產生過一個問題 剛剛我在我們錄之前有請教過郭博士 那就是說郭博士其實已經離開海軍一段時間之後 又回來這個請教過這個案子 那其實郭博士很多人也會很想知道說 郭博士你當時接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欸我來接這個案子 因為你做的工作又是跟生命探測器比較有關 那在接這個案子接受這個委託的時候 當時你不會覺得 欸這個做得到嗎 你當時會有懷疑嗎 對其實 大家都一樣 我也是一般人 當初接這個案子 沒有啦太聰明了 是因為這樣子 是因為 我們海軍的都知道 中華民國海軍所擁有的潛艦 都是 就是四十年以上了啦 然後 在這種情形下 其實 使用這麼老的這個潛艦 在全世界已經少有了 你知道日本二十年就已經封存了 對 就封存了 那 中華民國之所以 我們台灣這麼 用到這麼舊還要再使用 是因為我們沒辦法獲得 那 那四十年的船其實已經很老了 還有七十年了 所以 我們深深知道說 其實在潛艦 現在 實際服役的弟兄 他們其實是很危險的 在很危險的工作環境下 去做這些事情 那儘管說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那個 嚴獸啦 嚴獸就是 我們怎麼樣讓它能夠更新 部分的更新 但是 畢竟還是一條老船 那個 科技發展的這麼快 你想想看七十年前的 跟現在 簡直是不能比啦 那 在這種情形下 如果 我們國家能夠有 自己的潛艦 我講的是 自己造出來的潛艦 那對於我們海軍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是 我不曉得說 我們其他的軍種怎麼看 比如說空軍的 看他們自己的飛機 或是 陸軍看他們的坦克 或什麼 我們海軍來講 潛艦這件事情 是重中之重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的 在潛艦服役的 他們的那個家級 工作家級 會給的比較 會比其他的那個 在艦艇啊 或者在那個 外島啊 對 都重 為什麼 因為 危險性高 危險性太高 不成比例 然後 那個 我們在潛艦服役的 說真的 我們都是經過千選萬選的 都是非常優秀的軍官 然後在這樣的環境下 所以我們 沒辦法獲得 長久以來 我們沒辦法獲得的情況 如果有機會 那真的是 這是大家 嚴謹期盼的事情 那 我之所以有 有因緣機會 能夠有這個機會 去參與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對我來講 是一種榮譽 是一種榮譽 但是你說 我們真的可以造出這條簡潔嗎 我相信連黃曙光都不見得 對不對 我是說當初 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啊 對不對 連 怎麼開始造我們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沒有人指導我們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你說 我們一定可以造得出來 那是騙人的 沒有人敢這樣子講 蔡英文也是很猶豫 對不對 那麼下了決心以後 我們就往前走 其實當時在任的司令是黃曙光 黃曙光找我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 已經是 就是 我們很多路都試過了 那 在這種情形下 我 作為 海軍退伍的一個 海軍軍官來講 退伍的海軍軍官來講 我覺得那是一個無比的榮耀 那 我也願意嘗試 所以我們就跑了很多地方 各位可能不知道 那個 當時其實我們公司賣生命探測器 也是遇到瓶頸啊 也是一樣 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市場的關係 然後景氣的關係 那 但是 我們需要去跑這麼多國家的時候 我們是把所有我們公司的資產投入了 就是 所有的現金啊 什麼通通都投入了 去跑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不成功 我們公司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要跑很多個國家到處去徵詢商員 去找人去試試看 那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不成功我們就結束 那 結果我們找到商員以後 我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開始了 這是 這是 但是 中華民國啟動 潛艦國招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說 我們有商員 有人願意來指導我們 來幫我們 可是 如果大家有記憶 當時 馬上就有一堆的人 我們是詐騙集團 我們什麼樣子 我們 郭錫 一定有大弊案 裡面什麼東西 然後又把引擎風幫我扯出來 所以說 我是什麼嫌疑人 這跟隱暗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如果有機會我們再來談隱暗 但是 這個潛艦國招 就從這一刻開始有了啟動 開始啟動 火車啟動 是最困難的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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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潛艦國照一模一樣 啟動是非常困難的 終於有人來 願意幫我們一起推動這個 火車頭 有了這個商員以後 我們開始 進入所謂的basic design Basic Design把所有的構型都去確定了 才能進入所謂的DTL之障 大概經過了前後 前後經過將近快19個月 19個月我們把這些東西完了以後 進入DTL之障 然後就開始準備廠房 海商工廠的 海商工廠不是只有一個廠房 是十幾個廠房 包括他的行政大樓 包括他的主Main Shop 包括組合廠 包括電工、電機 每一個廠房的設計條件 然後請記輪來告訴我們怎麼弄 然後我們弄完以後 設備呢?生產設備呢? 我們就要找生產設備 伸展設備每一個設備都要有設計 設備都是四層樓高的 我相信這些國防委員都看過了 都是很大很高的設備 自動化生產、自動化漢階 非常現代化的設備 如何籌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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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獲 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第一個是怎麼樣能夠讓他們 安然地抵達我們台灣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一樣不能到 就做不起來 對 就是完蛋 最後一樣從歐洲過來的時候 也是提心調來 因為很大 他的整個工作環境要求得很高 很溫、很溼、空調要多幾度 統統都規範得很清楚 這個廠房非常要求 廠房的要求標準非常高 然後到了台灣以後怎麼樣安裝 怎麼樣從國外的祭祀到台灣 從歐洲飛過來 怎麼樣安裝 安裝完了以後測試 測試完了以後 然後我們還不是馬上就可以開始使用 因為他只要按照節點出來 你施工圖要出來 施工圖出來以後 開始一塊一塊的鋼板切出來 切出來以後 然後一塊一塊鋼板焊接起來 然後按照他的所有的施工 按照他的所有的施工 所以WPS 對 WPS 就是整個工作標準流程 都按照這個去做 都按照這個去做 做出來以後 一塊鋼板焊接起來 變成一個鋼板 一個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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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個鋼板 對 它每一個鋼板 做出來以後把它焊接起來 攀接起來以後 你才能怎麼樣 把東西裝進去 是 包括所有的管路 線路 電的 水的 那個什麼 那個通訊 各種不同的管路 通通要弄進去 弄進去 每一個船段以後 你才能夠 各船段結合 結合的時候 那些管路也要結合 對 所以各位會員 各位觀眾 其實前建的這個broker 跟水面艦的結合 跟水面艦的結合 是兩件事 完全不止 對 水面艦是 那個每個broker 是空的 它連起來之後 對 沒有問題 對 而且是 前建不是 不是 前建是 完全要按照 原設計施工的 施工圖的那個 改擺的位置 都要擺得很精準 否則你一對接 這樣子 怎麼弄 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淺建的 淺建 為什麼是 所有的 這個複雜度 是最複雜的 就是因為 它的那個 要求的標準 是非常精密的 第一個 所有的都要求真圓 對不對 要求真圓 真圓 它有一個機器是 來測 你是不是打到真圓 不是真圓 你就必須要想辦法 把它弄成真圓 然後 那個中性 它對中 因為 淺建很重要的是平衡 你知道嗎 所以 你擺進去的所有裝備 都要細算 是 在這邊左邊是多少噸 在這邊是多少噸 擺得 非常非常精密的 否則的話你一下去 歪了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不是 不是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了解 淺建是複雜的 淺建的工 這個施工 對非常精密的 那 我們 很感激這些國外的朋友來 國外的朋友來 被他們 一開始就講得這麼不堪 你知道嗎 就黃真輝啊 那些什麼 那個 王志鵬啊 這些人講的 那個 我們都是大 我們都是大編集團的 然後 所有的人 通通被要求 閉嘴 都不能講 你看那時候幾乎都沒有回應 對不對 那就任由他們講 我們自己其實 其實 對我們來講 我也沒做過 你也沒做過 沒有一個人做過 只有黃鼠光 全部 正面全部只有一個黃鼠光 幹嘛 他去弄過建龍 他整個 我在這裡再講一次 如果整個潛建國 拿掉黃鼠光 天王老子都沒有用 你說誰 我說難聽一點 現在把黃鼠光 說 拿掉黃鼠光 叫李喜民來 我告訴你李喜民是傻子一樣 我跟你講 他絕對不敢接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 下一步要幹嘛 對不對 全部都是 就整個潛建國 我說實在的 黃鼠光一直帶著大家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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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一直跟你往前走 你要我做什麼 我就去執行什麼工作 今天什麼東西 有問題 我就趕快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黃鼠光也信任我 從第一開始找到上院以後 黃鼠光對我是十分信任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分 反正零到十 他是十分信任我 當有任何有問題的時候 他都會叫邵文揚 去叫郭喜來 我就去 去了以後 告訴我們說 說了什麼問題 怎麼去 然後我就會回去想 想完了我就會再跑去 我找到解答了 怎麼解 怎麼解割 然後你們需要怎麼配合 這個過程 將來我想都可以跟大家 再逐次的報告 非常好 對 因為那個過程 真的可以 真的比什麼 Tom Cruise演的那個什麼 明星卡巴斯 那是複雜多了 你知道嗎 我們 我們所有的那些困難的裝備 只要一有問題 找郭喜來 我們去解決 所以 再怎麼講 合法非政治管道 沒錯 確實是非常 合法非政治管道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想辦法 讓這個問題解決 讓國家能夠獲得 但是 很多事情 礙於國際現實 所以我就說 整個 整個的 大 大戰略 全在黃曙光的腦袋裡頭 你知道嗎 這個 我在學校裡頭 認識的黃曙光 跟我現在認識的黃曙光 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在學校認識的黃曙光 是沒有這麼聰明 沒有這麼厲害的 因為現在我看 他真的滿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整個 overall的 那個 對 都在他腦裡頭 你知道嗎 我不相信還有誰 什麼李喜民這些人 能取代的 你現在問李喜民 還是微信心 還是微信心 對不對 你根本就不知道大戰略 所以我就說 一筆之下 那層次是高低 就分得出來了 其實李喜民也不必太歐 我講他這些 他自己心裡明白 你知道嗎 就是 兩者之間差異在哪裡 你不是說你高班你就厲害 對不對 我自己69% 可是 我就覺得梅加速比我起來 他在管理上是比我強 對不對 梅加速是 那個腦袋也是非常幹練 所以他現在能夠 這麼快就升總長 是 他有那個格 就是他有那個料 對不對 說他治軍很嚴謹 對 他是 我跟你講 梅加速是 梅加速後面有那個 現在的司令叫什麼 唐華 唐華那個人才是治軍嚴格的 我跟你講 那個人才 我說蘭提人那個人真的是 但是他 學父武哲 他真的是 你不要看他出 他出口罵你都用作詩的罵你 當然他不敢罵我 對 唐華也是 我們後面這兩個學弟 是真的不錯 一個梅加速一個唐華是真的蠻不錯的 你知道嗎 都是很有腦袋 很有肚子裡面有料的 梅加速 這個幹練 能幹 然後反應一命 然後 然後 思緒很縝密 嗯 然後 那個 身體也還好 你知道 我們 我們說實在的海軍有很多軍官都是到幹到高階就身體掛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年輕不好愛惜自己 然後船上又 船上又是顛簸啊 那邊胃又不好啊 什麼的 所以 海軍很多都是身體不好的 像 梅加速能幹到這個位置 他稍微瘦了一點 但是還好 他身體都還正常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 應該 很不錯 就是 未來可以 可以期待的一個 一個總長 然後 然後 唐華 個子矮矮的 然後很精明 但是 我知道 底下人都在罵他 蠻賤的 但是他很厲害啊 我就佩服他 他能夠罵人的時候都拐個彎罵你 然後用作手小師 然後罵你 然後罵得輕輕鬆鬆的 你知道 他上任司令調台船 罵那個總經理都是用拐彎罵的 你知道 我相信那個總經理都不知道唐華罵他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唐華真的蠻厲害的 就很厲害 海軍 未來這些接班梯隊 我覺得說都還很好 很棒 都不會出問題 不會說 像李啟明那種草包 然後還寫假書 像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再發生在後面接班的梯隊學弟上 剛剛郭柏絲也有講到 就是說 其實非常重要的其實就是一個主機跟輔機 因為其實對煤燒船 不管你是潛艦或者是水邊界 其實都是一樣 主機對你來講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可是呢 不過是我們知道 過去我們台灣海軍 或是我們很多船艦都喜歡用 都覺得主機第一品牌 叫做MPU 可是呢 我就在這個 郭喜博士您的直播裡面聽到說 我們的潛艦國造沒有一個人 就是來自德國 那表示我們沒有用MPU的主機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 這個 我們其實不是說我們不想 是 我上次在我自己的直播平台裡 有做直播 德國人是日耳曼民族 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民族 非常聰明 然後 他的工藝水準在全世界 沒有話講的一定是低的 然後他造的潛艦也很棒 但是他對我們台灣其實不是那麼友好的 至少我認為 在潛艦國造上 我們希望 其實你說 我們怎麼都不用德國人的錯 因為德國人不賣我們 他怕的是什麼 怕中共 對不對 我們很多樣 很多樣裝備希望從德國來 德國人的東西基本上都是很優秀的 他的威力感很棒 他的尾肝很棒 他的戰鬥系統也是很棒 他的主機 輔機 發電機 馬達 都是全世界一流的 但是 你沒有一樣可以從德國買得到 他不會賣你 即使我們 我們已經用好幾種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我跟你講都沒有用 德國人就是不賣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節目裡做 我說 我真的很討厭德國人 他太重視商業利益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會不會是德國人還是想要賣我們214或是2019 不會 我已經講了 他連一些小的配件什麼都不賣 你都不用去找德國人 還好我們還有別的原則 當然 你叫我講 我們什麼東西從哪裡來 我們不可能 所以我只告訴各位 在這個IDS第一條船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德國人的東西 但是我們也做出來了 你知道嗎 德國人是不是想賣 我不曉得 但是 至少我們 去訪商的時候 沒有一個可以的 我本人也到德國了 我也去德國了 但是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其實這裡面 大家就回答到大家的疑問 就是說 其實郭卿博士也很清楚告訴大家 努力過 但是我們還是要小心他的辦法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也是郭博士有講到的 就是這個 紅須設備的問題 因為剛剛我們也有討論到說 我們的2到8號艦 其實一定會牽涉到設計的改變 所以我們也有會員在問說 那郭博士 紅須設備在2到8號艦 也會有很大的改變嗎 紅區 紅區主要是戰鬥系統 大概是戰鬥系統 跟這個相關的 相關的 三社 對 我們深納 這些東西 不管是軟硬體 主要的供應來源是美國 美國的兩大供應商 就是洛馬跟雷神 這個在媒體上已經披露了 所以 這個 這個 再往下2到8 其實 除非美國人他有新的發展 或者說改變 否則基本上2到8的戰鬥系統 應該是不會變的 而且我們本來就已經 簽好這八條船的 所以 這八條船的許可都已經給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改變 那不改變是因為這些 紅區裝備都比較敏感 對 如果你 這艘跟內艘不一樣 內艘又跟內艘不一樣 你想會發生什麼情形 我們光講這些在艦上的官兵 他們要輪掉 對不對 就像我今天在當洋 明天到洛陽艦 基本上都不會太大的改變 調到過去 他那個很快就熟悉 整個艦上的那個裝備 那潛艦也一樣 他們也會說 將來如果我們都造出來八條了 比如說拐洞艦到拐洞九 拐洞溝 這樣子一條 每一條他都會幹 在這邊幹 做戰場 剛剛那邊去幹什麼 因為他終究要幹完所有的艦 就熟悉每一條艦的這些裝備 那有一些不一樣的都還好 那戰鬥系統 因為你隨時要上去就作戰 所以基本上盡可能就是一致 盡可能就是一致 除非美方那邊有upgrade 就是升級版 那我們就不升級 那我也認為說 可能到第四條第五條的時候 會有升級版 升級版 但是我不認為它操作上有太大的改變 那上次我沒有討論到 台船人員的問題 上次有講到說 台船的一些人員 也慢慢要退了 那要有吸血 這個輪替回來 那當然我們就有一些觀眾跟會員 就會有點擔心說 國師 他為什麼人員跟不上 因為我們在國家的要求 我們可以要求我們海軍 或那個軍人是公務人員 但是呢 這個台船他不是啊 那你認不認為說 我們除了台船之外 這個潛艇國造應該要再尋求 第二或是第三個造船廠商的協助和配合 你就說有像日本 Kawasaki 跟Yinspeech 韓國有大禹跟現代 對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台灣比較困難的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政治環境 比如說我講韓國 韓國現在其實一直在尋求國外的訂單 對不對 他已經賣給印尼 對他已經賣給印尼 而且他現在正在標 努力爭取印度的嘛 他在爭取印度的那個潛艦嘛 印度要買嘛 那我們台灣不可能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不可能輸出潛艦 不要講潛艦 我們台灣最厲害的飛彈也不可能輸出 對不對 除非美方叫 說OK我開綠燈 你賣給誰 他都在他的那個 美方的那個指導之下才能做的 我想這些大家都 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 也不用說明說為什麼了 那我們國家造潛艦是不可能輸出的 所以只有我們國家自己用 你這樣子想吧 就是我們當初造IDS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廠房花了78億 所以發了78億就蓋了很多廠房 還有這些廠房裡面的裝備嘛 我剛剛講最後到的那個很厲害的那個裝備 對 那個家夥 那麼一個大家夥你知道多少 那一個單一的裝備就快三億 就那個裝備就快三億 你知道嗎 嚇死人的那個位 對不對 那些東西都是自動裝備 而且它非常精密 這也是為什麼它才需要它要很溫很適合 這個就是 風調的環境 對 它非常重視這些環境 對 因為什麼它精密 它那個賺出來 洗出來的東西都要非常少 非常精密的那個 就是物差值幾乎要等於0 0.02 你怎麼去 非常困難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如果說我們還要再做第二個廠房 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當初蓋這個廠房 是不是馬文君在那裡罵了多久 對不對 我們平時我們土力財產我們怎麼樣子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再去把那個說 我們中心也要搞一個walk out 那不管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困難了 蓋了這麼一個廠房被已經罵到臭頭了 對不對 等到他進去真正的上 前兩個月去看的時候才看到 喔原來蓋這麼多東西 然後 他會出來說 對不起喔 當初我責怪這些人 不會 不會嘛 大姐要選舉 對不對 大姐要選舉 所以我就說 你現在在台灣的現實狀況下 第一個 我們沒有外銷的可能 也就是我們產能沒有那麼大 第二個就是 那個 國內生態 政治生態 你可不可能再造一個像這樣子 八十一再蓋一個這個廠房 不可能 一定說就在採船 對不對 對不對 再來一個 你 你要培養同樣這一批人 要花多少時間 對不對 不是我們想像這樣子 對不對 那 別的國家 他們可以輸出啊 你像日本 他要輸出 他真的可以輸出 因為他是全世界傳統潛艦的 龍頭 對不對 只是他要不要賣而已 對不對 所以 你看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不能低估日本的那個 海軍的戰力 你知道嗎 他多少潛艦封存是可以隨時解封的 是 而且都很新 都是新的啊 都比我們年輕二十歲啊 對不對 他的裝備一定比我們好啊 比我們新啊 對不對 那你看 那個 比我們年輕二十年就已經在那裡封存了 真的 隨時就解封了 對不對 然後日本人馬上說 說真召馬上就上船了 對不對 我們不是這樣子啊 對 所以我就說 我們從最 我剛剛講的這三點 就是 在短期 我所謂的短期就是二十年 也就是這二到八之後 我們是不是還要有第二個 那時候再來談 對不對 那個國際的形勢怎麼樣變 我們不曉得嘛 對不對 但是在這二到八這個 肯定是在台船啊 嗯嗯嗯嗯嗯 肯定是在台船啊 這點不用置疑了 對不對 而且 搞一個廠房很痛苦的 你想想看 那些裝備怎麼來的 等到我將來有機會跟你們講 怎麼通運進來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有多痛苦 哈哈哈哈 是 好我們今天 這個 請郭琪博士 再來跟我們說把 那真的 郭琪博士每次 講的東西 我們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 真的 我非常的有 有幸 真的給大家支持 真的 也謝謝郭琪博士給我機會 那 跟 跟大家來講故事 我每次聽的都不想 都把這個 但是郭琪博士的時間很寶貴 所以 我們今天 就是很謝謝郭琪博士 再到我們節目 再到我們頻道來 跟大家 再講這個 潛艇國造的故事 我相信我們頻道 可以蒐集到 最完整的 郭琪博士的潛艇國造的 這個說法 那 我也請 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給 我們的節目支持 同時邀請 郭琪博士支持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謝謝 哈哈哈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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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 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